菲政卿研究中心的學者到高雄 去跟韓國瑜見面的時候 他們就講得很清楚了 為什麼去高雄跟韓國瑜見面 就是因為對他非常好奇 對高雄居然可以讓國民黨 在三十年的民進黨執政當中翻盤 覺得好奇 那菲政卿觀察臺灣的選舉 觀察兩岸三地 他們本來就很觀察 那後續在旁生枝節 什麼旅費等等的 等一下如果有談 我們再說 那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對方的確是 對這一個完成不可能的 勝利的高雄市長感到好奇 而當時他一月來的時候 就有問韓國瑜 你要不要選總統 那當時韓國瑜就跟他講 NO 就說怎麼會問這個問題 可是即使對方對他好奇 對方也問他要不要選總統 但是不管現在答案是什麼 剛剛韓國瑜講 這些話題是超過市長的 的確 國防兩岸外交 國防軍事預算 這是國防 兩岸在改變你怎麼面對 就是兩岸 整個的國家的預算 這個是一個行政院長 跟一個總統才能做的 還包含什麼 包含他跟美方的這些智庫接觸 那也算是一種外交 所以國防兩岸外交 他都接觸了 他說這些東西都很難 然後呢 我盡可能講出我所理解 跟觀察到的 所以他也答了 所以有關於國防兩岸外交 這些總統質詢的事情 顯然他也能答 答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 以後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選了總統 而且如果他勝選總統 他能做不做得好 也還不知道 但顯然他已經意識到說這些議題他必須涉獵 那必須知道說他其實也不是說為了這一次去哈佛的講座 你講演講又有人說這不算演講 學術上來講的確有差別 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講 但是他就是去跟這些學者交流了 我想交流好不好 不要講講座也不要講演講 這可能賴老師更清楚 他也是去交流啦 對方想聽聽你怎麼說 稍微的精確一點點 不然就是互處罰網 就是talk the talk walk the walk 對不對 你你你你聽聽我怎麼說嘛 OK 那所以他去說 他對於大家對他好奇的這些議題 他怎麼說 那他就去說囉 所以算不算美國人想要瞭解 他如果有一天可能當這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會怎麼做 當然算是